欢迎来到美厅 人生三道门,精于世道,利于世道,顺应天道 曾看过一个很有哲理的故事 一个年轻人要出去闯荡世界 他在踏上人生旅途之前 问佛陀,我未来的人生之路将会是怎样的呢? 佛陀回答 你在人生路上将会遇到三道门 突破了这三道门便懂得了人生 这三道门便是精于世道,利于世道,顺应天道 后来,年轻人历经艰险 终于依次突破了三道门 实现了自我成长 领悟了处世之道 懂得了德后流光 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这三道门 精于世道 讲究的是修己成人 利于世道,遵守的是修己安人 顺应天道,遵循的是修己达人 一个人能到达的高度 取决于他能打开第几道门 第一道门 精于世道 为人处世中,当以利得为先 有德之人,人皆爱之 无德之人,人皆厌之 一个人的德性并不是一开始就有 而是在为人处世的过程中逐步积累 逐渐完善 明朝时期,有位叫张卫妍的读书人 此人学识渊博,颇举声望 有一年,他前去参加乡试 放榜时发现自己榜上无名 便破口大骂,事关不长眼睛 不懂得分辨人才 此时,一位经过的路人正微笑着看他 张卫妍看见后大怒 随即将怒火发泄在此人身上 谁知,这人不火也不恼 并说,好的文章贵在心平气和 公子怒火如此重 又怎么能写出好文章 此外,考取功名也在命 命中无福,又有何用 张卫妍听他说的有理 连忙问道 那我该如何改变自己的命运呢 那人说道 造命者天,利命者我 利行善事,广积阴德 何福不可求 张卫妍听后,幡然醒悟 从此甚毒甚微,谦虚自持 历经三年后,终于成功考取功名 96岁的杨将先生 在走到人生边上中写下自己 对生命的思考 人生时苦,终其一生 都要不断地修炼灵魂 完善自我 人活一世,行事易,为人难 品德的修炼是一个人终生的必修课 君子减身,常若有过 在一点一滴中完善自己的修养 才能顺利打开人生的第一道门 收获安身立命的资本 行走事件的通行证 第二道门 利于世道 一个人若要更进一步 需要明白优秀取决于其格局的扩大 大学中有这样一句话 狗日心 日日心 又日心 这句话曾被商汤铭刻在自己的洗澡用器上 他把这句话刻在自己经常看得到的地方 其实就是在告诫自己 成长就如同喜去身上的尘埃一样 每天保持更新才是实现升级的根本 逐渐扩大自己的视野 提升自己的格局 才能更加淡定地面对接下来的未知 在唐朝武则天时期 有一个叫娄施德的宰相 因为位居高位 所以他在平日就谨言慎行 宽厚人德 时长自减 但却因为长得胖 被其他人取笑为土包子 他不仅不生气 还自我解嘲 我不算土包子 谁算呢 不仅生活中如此 面对排挤时 娄施德更是表现出了非凡的格局 当时狄仁杰名气正盛 娄施德就向女皇推荐他做了宰相 狄仁杰不知此事 做了宰相后 对娄施德百般排挤 然而娄施德不以为然 依旧对狄仁杰里有加 女皇甚为赞赏娄施德 忍不住就对狄仁杰说 你知道举荐你的是谁吗 是娄施德呀 娄施德的德性与格局 让狄仁杰佩服得五体投地 他感慨地说 娄公圣德 我不及他太远了 娄施德用自己的德性 养大了自己的格局 赢得了别人的尊重 世人谢方德 曾在《与离养无书》中写道 大丈夫行事 论是非不论利害 论逆顺不论成败 论万事不论一生 读过的书 走过的路 见过的人 所有的经历 都可以沉淀下来 形成处世的智慧 警醒自己 汇集他人 正如于秋雨所说 人的生命格局一大 就不会在生活琐碎中沉沦 真正自信的人 总能够简单地铿锵有力 人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 从第一道门到第二道门 不断成长的过程 便是前行的最大意义 第三道门 顺应天道 文语 礼人终有言 德不孤 必有林 意思是说 有德守德之人 一定会有志同道合的人 与之相随 故事后 就有大顺所居之地 一年成聚 二年成义 三年成都的说法 一个人德性的最高境界 可以影响他人 反馈社会 明朝时期 有一个叫龙安县的地方 那里曾拥有规模盛大的 集贸市场 但后来却每框欲下 变得冷冷清清 刚到任的知县于姓贤 觉得事出有因 准备亲自到市场 查看一番 这时候 有个商户悄悄找到于姓贤 愤怒地控诉市场败落的原因 他说 是几个衙门差役 和一些地痞流氓 互相勾结 七行霸市 又明火直障 欺凌来赶集的民众 市场因此变得萧条冷落 商户说完 掏出一张银票送给于姓贤 并解释说 礼金是众多商户凑成的 希望他一定要多加治理 于姓贤健壮 顿时皱起眉头 并严肃地表示拒收 商户认为他不收钱物 是怕传出去坏了名声 恳切地说 于大人 放心 我们绝对不敢外转泄漏 影响于大人的仕途 于姓贤耐心地对商户解释道 你放心 有问题我一定会及时解决 绝不会有丝毫偏袒 商户听于姓贤如此一说 只好惭愧离去 人心骨 天不弃 于姓贤虽然拒收礼金 但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天职 查明真相后 于姓贤立刻将影响市集的 闲散人员 缉拿查办 对待各家商户 也一视同仁 自由竞争 不久 市场贸易便恢复如初 车水马龙 人声鼎沸 此外 于姓贤清正连结的围观之道 还带动了当地民风的朴厚和纯化 在任期间 龙安县出现了兴隆泰安的景象 路不时宜 夜不庇护 百夜兴旺 大家都安居乐业 平生得一人兼颂 身后和牢更礼备 五年后 于姓贤离任的时候 大家为感激于姓贤的恩德 特地在县城的路旁立了一块鱼猴去思碑 以长久纪念他的优秀品质和非凡功绩 品行端正 不仅能够点亮自己 也可以照耀他人 正如思想家黄石工在《诉书》中所言 是己而教人者逆 正己而化人者顺 把自己放在一边 单纯地去指责他人是一种傲慢 严格要求自己 不断磨砺心性 当我们走进第三道门时 用良好的品德去影响他人 无人不会信服 忠庸 有言 君子不可以不修身 人生一世 草生一秋 生命是一场修行 当确立了人生的方向 就不会到处乱撞 精于世道 修己成人 利于世道 修己安人 顺应天道 修己达人 在所见所闻中不断提升自己 就是一步一步跨过人生三道门的过程 不管现在正处于哪道门前 愿你我都能在成长中 锐意进取 勇敢向上 努力超越自己 便不会往活一世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